郭文貴昆議員 香港無法理解要求 我們希望各位遊行的人士 不要每次行員都走 我們是要坐在這裡 是要施壓 是要同志民權黨 可以七百萬人 才是香港的持範者 並不是你八百人選舉的持範者 歡迎剛剛上來政府總部的朋友 我們遊行會在這裏結束 呼籲大家可以經過身邊的大閘 離開政府總部 請大家離開大閘之前 請大家打開銀包 丟點錢下去 冷靜點 會議事不宿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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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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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事不宿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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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特別加密 有計劃過有些人會想留下 但沒有特別加密 但自己很多年來都覺得 不應該走完就算了 不應該留下 其實政府每一年 如果我們就這樣散 我覺得這樣散的話 是不會有什麼效果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應該是 留在這裏 用一些不同的手段 我不是說暴力 是不要就這樣和平散開 我覺得其實今天這裡 大家坐在這裏 其實是一件很小的事 很簡單就是我們遊行示威集合 這是基本公民權利 無論有沒有什麼事要發生 我們都可以行使 應該做的就會做 坐在這裏 政府不出來的 其實政府一直都不出來 一直都逃避對話 其實對這個政府 沒有什麼心存希望 但是那些行動 或者靜坐 這些都是會做的 我希望當然是想曾蔭權出來和我們對話 各位 大家放鬆點 世界上一個和平的集會 一個和平的請願 我們是只不過要包帶出來回應 兩架單 記住 第一 是絕對不能夠使用暴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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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